字幕志愿者 李施华 原本在加拿大拍攝劇集的李施华 因為遇上肺炎疫情在當地蔓延 劇組就決定暫時停工 滯留在當地的施华 日前就先經多倫多飛去溫哥華 這日終於都成功回香港 雖然帶著監察手打 要強制家居檢疫隔離14天 但施华都覺得鬆了口氣 不過接下來的工作就因為隔離要取消 都是因為我想跟他來發展宣傳 明天有宣傳 但你不是需要隔離嗎 所以我不能去 我明天要宣傳 星期五又要看日記局 我全部都不能去 所以我反正就慢慢回來了 連住在加拿大的鍾佳欣都非常關心施华 還邀請施华去她家居住 我嚇壞了 我說看你那裏住你的小朋友 我剛剛在劇組出來 都有點緊張 她都因為怕我一個人沒有人照顧 她就說我每天都煮飯 我煮給你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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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煮給你吃